在中国电影史上 有一个时代不得不提 那就是邵氏电影时代 这个时代 勇于了大量的英雄好汉 而在这些英雄好汉当中 有一个人 名语间自带豪气 举手投资中 阴气逼人 也许见证的很多年轻人 看他就像在看谢广空 但是熟悉他的都知道 他只是不做大哥很多年了 在70年代 他盛极一时 一副着实家公子的形象 完美契合了那个时代 对于古装大习的扮相 当时成龙入行不久 被人带去见古龙 没想到古龙毫不客气的说 我的剧本是写给狄龙拍的 不是写给你拍的 这让成龙备受打击 居住还跑到洗手间 大哭了一场 1986年 英雄本色上映 初看喜欢小马哥 再看忘不了张国荣 等到多看几遍的时候 他的一言一笑 便再也挥之不去 因为单怒演技 张国荣和发哥 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唯独他的角色 需要隐忍内敛 而他张弛有度 收放自如 成功塑造了一个沉稳内敛 有情有意的大哥形象 他也凭借这部影片 成功拿到了金马奖 最佳男主角奖 之后 他和他的发际线 一并开始在影视圈 渐渐退潮 期间也有不少影片问世 却鲜有佳作 甚至晚年还跑去 乡村爱情客创了一把 但他住旧的黄金时代 没有人能够忘记 哪怕只是为了 我们回不去的美好青春 我也必须要为他写一篇文章 他就是狄龙 江湖已故 但英雄闷长足 勇着你 当初温庆再勇言 心里面 童年刺激梦眉乎烟 今日我 与你有时坚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